来看看这什么车 你坐过吗 公司保安投诉 公司有的领导对保安进行辱骂 侮辱 董事长决定亲自当保安调查情况 刚刚上任 就遇到一个凶巴巴的男人 原来是人事部经理刘鹏 董事长让他出示证件 男人却说不给 还把董事长推倒 随后开来一部公司的接待车 没想到里面坐着的是前男友和前男友的女朋友 女朋友还说这个车是自己的车 前男友说幸好自己分手早 不然现在就喝西北风 县女友是张总的妹妹 她和刘鹏认识 给了刘鹏钱让她打电一下 要把前男友上位 县女友给了前男友买了辆车 前男友开着车又来了公司 你董事有把他们拦下 县女友很生气 说跪下求饶才能放过董事 董事要打电话给张总 却被县女友抢过手机 张总开着车赶到 打了刘鹏一巴掌 董事长本来要开除这些人的 但还是给了他们机会 让他们从保安开始做起 请 董事长 你这事要给您退报一下 怎么了 前几天接到保安部会报 下面有些领导 保安公司的规定出入 保安城市阻止 就受到我骂和我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简直太过分了 是 保安部正式反应 没想到公司还有这样的人 这样吧 这件事情我亲自去照顾 阿森你待会就去安排一下 让我们门港所有的保安 带上悬架 明天我亲自去看一下大门 顺便了解一下公司的基层情 董事长 你亲自去看大门 你得不再回去 这是什么不合适的 合适 行了 这是我自由安排 你先去帮我准备一套保安符来 好的 我们马上去走 先生你好 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我说你瞎 连我的车都敢来 先生不好意思 公司有规定 任何车辆出入 都必须出示证件 你是新来的吧 连我都不认识 对不起先生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确实不认识你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懂规矩 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再来问我要证件 先生 请注意你的言辞 还有 不管你是谁 只要进了公司 就得按公司的规定洗次 请出示你的证件 规定 公司的规定都是我定的 别在这里找事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实在对不起 没有证件 我不能放你进去 你还跟我来劲呢 是吧 今天我就让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是人事不经理刘鹏 瞎了你的狗屹 你信不信 我随时可以开除你 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开除我 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一天 我就必须得履行我的职责 你个 爹你脸 不要脸是吧 你不要太过分了 什么急了呀 你给我记住了 你只是个保安 保安 懂吗 对 没错 我就是个保安 知道就好 记住了 以后见到我 乖乖的给我看 别自操 还有 还有 一会有人来应聘报我的名字 就让他进去 不要不实现 听见没有 喂阿森 你马上帮我查一下 分公司人事部刘鹏的情况 不用 等我电话就行 这不是公司的接待车吗 怎么开这来了 保安 愣着干嘛 赶紧开门 你好 请出示你的证件登记 哈哈 我倒是谁 在这当栏路狗 原来是你 怎么 几年不见 只得当上保安了 原来是你 哎 远一点 别沾到我的车 这是你的车 静说废话 这不是我女朋友的车 难道是你的 亲爱的 你认识她呀 这谁呀 个废的 哦 开门狗啊 我怎么样 和你们没有关系吧 倒是你 还是和原来一样 狗也看着第一 你怎么说话的 红婚说话就给我闭嘴 就是 你也不看见你现在穷出什么样 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穷怎么了 我至少靠我自己专属吃饭 不像你的 我怎么了 至少过得比你好了 幸好当初我离开了你 伍兰 你脱我多少后腿 我脱你后腿 伍兰你以为的 你瞧瞧你自己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个破板 当初我要是不跟你分手 和西北风去啊 和西北风去啊 人不要脸 真是无敌 你个妄儿 怎么和我男朋友说话的 说谁不要脸呢 我就说他 你再说一遍事 我说他怎么了 怎么了 你 亲爱的 你说我没打通吗 来 给你吹吹 亲爱的 我没事 你说你当初品位怎么这么差 这种货事你也看得上 瞧他这穷摔样 亲爱的 别那么说嘛 毕竟是我前女友啊 前女友啊 那我们今天喜欢好好走 你知道当初他为什么离开你吗 就是因为你又穷又没用 还是一个破宝啊 看什么看 你没钱还给我赚 来 来看看这什么车 你坐过吗 我就是穷 这车我就是没坐过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这个车你哪来的 当然是我买来的 买的 你从哪买的 从哪买的需要告诉你吗 关你什么事 知道我女朋友是干什么的吗 说出来不怕吓死 是吗 说来听听 永胜集团分公司老大 张总的妹妹 这个车是公司的接待者而已 就连你啊 也只是在他歌手里面吃饭 等等 你说他哥是张远 我哥的名字也是你能知乎的 就连你哥在我面前 都不敢大声说话 你居然敢打我 你是被打傻了是吧 要不是看到你是我前女友的 我马上让我女朋友开 灯什么灯 不服气是吧 哦 对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今天来这里干什么 告诉你 哦 我就是这里的财务经理 财务部经理 你拼什么 拼什么 就凭我女朋友 他哥哥是在这公司的老大 这件事也是张远安排的 他有那么大胆子 这事还需要我哥 随便花点小钱就解决了 我就说张远没有这么大胆子 这车也是从你哥那边卡过来的吧 是不是 关你什么事 话怎么这么多 亲爱的 你进去吧 跟他费什么 看什么看 开门啊 耽误我的时间你赔得起吗 想进去 可以啊 任何车辆进出都得证件登记 我来我哥公司 居然还要我登记 不好意思 任何车辆想进去 必须得登记 不让我进去 你再给我说一遍 请配合我的工作 任何车辆进出都得出示证件 费什么话 信不信我女朋友给他哥打个电话 随时开除 我不管他哥是谁 到我这都不好使 要想进去 必须得出示证件 要是没有证件 你别想进去 等着 喂 刘鹏 门口这个保安怎么回事啊 一个小保安简直比你还牛 还不让我进公司 行吧 我先生气 等你回来好好给我收拾收拾他 哪两个愁 算是结尚了 你给我看好了 这是我的证件 等着 看我怎么开心 亲爱的 我们走 你怎么在家呢 刘鹏 我男朋友的事情 你办的怎么样了 你放心 他办好了 明天就可以来关系上门 那就好 你办这事的时候 注意一点 千万别让我不知道 让他知道 我们两口就惨了 放心吧 你给我的钱 都用到点子散了 散下关系 都已经大量 传不到你哥安的 那就好 哦对了 你哥那里还得帮我都没痕迹 你也知道我这个老师 看了好多年 你就放心吧 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对了 问你个事 门口的保安是怎么回事呀 比你这个轮事部经理都厉害 还不让我进公司 没事 不就个小保安吗 等我买完了 一定就把他开除 好 那你赶紧把这事给我办了 我先走了 好的 慢走 亲爱的 新给你买的车 喜欢吗 喜欢 好漂亮呀 来拿着 昨天那台车是接载车 我哥开走了 今天咱们开这台车是什么 走 咱们兜风去 你好 请出示你 怎么又是你们 这是证件带了吗 我说你这臭保安 我没找你的查 你还找我的查是吧 我不是在找你查 我只是在执行公司的规定而已 告诉你这个臭保安 公司规定 公司什么规定 今天我家亲爱的第一天上班 你可别走不痛快 你个臭保安 看我不爽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到我上位了 我羡慕 羡慕你 你想多了吧 你别扯这些没用的 从今天开始 我家亲爱的 就是这里的财务经理了 然后见到我家亲爱的 跟我老实一点 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这样私自安排公司的重要职务 明目瞻瞻的贿赂 你们就不怕董事长知道吗 董事长 天高黄地远的 他知道个屁啊 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那你们该怎么办 你肯给我打住吧 就你这样 他有点趋劲 你要是董事长 那我就董事长他爹 告诉我 你可别吹牛了 放聪明点 赶紧给我把门打开 亲爱的 我们走 你告诉我 什么叫聪明 把你的单手给我拿开 我新买的都被你弄翻了 赶紧给我擦开 我不擦 又怎么样 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干了是吧 趁我还有点耐心 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把我鞋切干净 我就放你一马 不然 收拾东西赶紧滚蛋 让我滚蛋 今天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个本色 臭丸 我劝你不要义气 现在马上跪在地上 把我鞋切 你放 小勇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有你的背 我有我的指色 请不要在这里投眼看 我劝你不要义气 现在马上跪在地上 帮我鞋切 你放 小勇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有你的背景 我有我的指色 请不要在这里狗眼看人低 我的指色 是看好你的大门 不让你们在这里胡作非为 你怎么跟我男朋友说话的 我今天还不信就治不了你了 是我 你可以试试 今天我要是治不了你 我就管你叫奶奶 喂 刘鹏 马上把门口这个小宝安开除了 不然 你给我待一辈子人事部经理吧 小宝安 你就给我等着吧 你看我今天怎么开除 我今天就站在这里 看谁有这么大本事 你就给我嘴硬吧 希望你待会不要来求我 放心吧 不会有那一天的 你给我滚开一点 陈姐 不好意思 我来往 是刘经理让我过来的 看见没有 就得抽保安 怎么了 我就是人事部的 你好大的胆子 我们经理的面子都不给 经理让我给你带句话 不要找不痛快 等他妈忘了 亲自收拾你 小小人事部 居然拉帮结派 私自买派公司的重要职务 我们有限集团 怎么会有你们这些 你的集团 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在这看个大门 还真把这当成自己家了是吧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们别理他 他还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 给我听好了 我就是有限集团的董事长 哎呦 我好害怕哦 你真是吓死我 就你这样 还董事长 你要是董事长 我就是董事长他奶奶 还董事长 我看他是白日梦做多了 做没做白日梦 待会你就迟到了 等你哥来了以后 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看看怎么了 刘鹏 你看一下今天这个事 怎么处理 我不是告诉过你 报我的名字 你必须让他进去吗 怎么 不把我翻到眼里啊 这下全到齐了 就等你了 你这个小老板还真是欠揍啊 你给我听好了 在永胜主 我不管你认识谁 世龙就得给我盘着 就得给我握着 我看你不像是人事不经营 倒像是社会大哥 社不社会 那得看跟谁 这下 你完了 在这公司 还没有人动得远我了 那我们就适合 想给我哥打电话 我来帮你打 我就纯缺你 看我哥来了 你还怎么装 喂 哥 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 但是被一个小保安给拦住了 他还冒充董事长 好的哥 那我在门口等你 你个小保安 看我哥来了 怎么收拾你 那我就等他来收拾我 小保安 你还不知道吧 我哥专员在城城 可是有四家酒店 据我所知 那四家酒店 它只有4%的股份吧 就算只有4% 也是你这辈子挣不到 哥你来了 怎么回事 三总 也没什么事 就是一个新来的保安 不懂规矩 在这里大呼小说的 还不然陈陈进去 新来的保安 对 他就像一个风格一样 难道这里 死活不让我们进去 你好大的胆子 哥 你这是干嘛呢 两个不争气的东西 对不起董事长 是我管车不已 哥 他真是 没错 站在你面前的这位 就是我们永胜集团的董事 真是胡了 你个不眨眼的东西 行了 别来做戏了 董事长 亏我这么信任你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 公司骨干 所以的辱骂员工 甚至进行殴打 还纵容你妹妹 私自安排公司重要职务 别说这些你都不知道 董事长 我真的不知道 行了 你也别憋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几个全部被开除了 董事长 我给你这么多年 没功劳也苦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想要机会是吧 可以 你们不是看不起保安员吗 今天开始 留在公司 从保安员做起 这两个人 就已经随之后 把电话干掉 我们要易与我 不温暗 我们不能用 所有的 他们也讨论 提供